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下午的2点20分左右 林全是达成了轿车来到了特征组 那画面上可以看得出来呢 林全是面带微笑 缓缓地来布进特征组 那么当时呢 他手呢似乎还有来向媒体打招呼 不过针对所有媒体的询问 是不是有高层来指示这样的电话 林全通通没有回应 就快闪进入到了特征组 那么现在来厘清的部分则是说 那么当时扁家陈水扁到底有没有打电话来指示说 要来要求林全把这个101董座的位置让出来 让陈敏轩来接任所谓的安慰奖 而且呢传出当时陈水扁一属的呢 是所谓的大华证券的董事长 是更好康的位置 不过这些部分呢 都是要等到林全进入到特征组 来做进一步的说明之后 才有办法来确认 我们稍后有最新消息会随时为您查播报道 现场交还黄内主播 好的我们看到呢 是今天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特征组呢 约谈了前财政部的部长林全 查的应该是二次金凯 而且林全这个名字呢 最近出现在这个爆料当中的是邱毅 邱毅特别讲到呢 林全呢介入了开发金 这个孤仲营跟陈敏轩的股权争夺战当中 昨天他讲的是 林全打电话给焦佑伦呢 请他把101的董座让给陈敏轩 今天最新的讯息是说 原本陈敏轩呢 拿到的安慰奖 其实是大华正的董事长 但是呢 孤仲营跟林全觉得 这个大华正呢 在开发金的分量实在太重了 所以瞧了另外一个位置给他 陈敏轩本来还是不想要这个101董座 我们先听一下邱毅怎么说 有一句俗话啦 叫做亲本家人啊 奈何从贼啊 林全跟我同事十多年啊 他倒符合亲本家人这样的一句话啦 可是后来从了贼 这个贼当然代表吴淑珍跟陈水扁这对夫妻啊 一开始陈敏轩确实想要大华证券 因为大华证券比101还要肥 但是呢 林全那个时候倒还坚持得住 可是很快的啊 林全就动摇了 就在陈水扁吴淑珍的压力之下动摇了 陈水扁吴淑珍下令 所以我昨天我在一个电子节目里面特别说 我说我跟林全啊 同事十多年我太了解这个人了 这个人还有一点傲气 他不见得会卖吴淑珍的账 可是他一定会听陈水扁的话 因为陈水扁对他有知欲知恩 他以前跟我一起在中心院的时候就很想当官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当官 陈水扁好不容易在台北市长阵内给他做了财政局长 他第一次当官 我记得那时候喜 非常喜不自胜啊 那么到处告诉我们说 他现在要去台北市政府做财政局长了 所以他陈水扁都要有知欲知恩 当邱毅的朋友也蛮可怕 不过林全呢 我们刚才进去 林全什么话都没有讲 但是出来会不会讲话 我们看到他昨天呢 在邱毅爆料说 这个101的董作之争跟他有关系之后 他立刻发了一个声明 其实林全在这个离开政府机构之后呢 是非常的低调 昨天呢 发了这个声明上面是说呢 针对这个邱毅的这个质疑呢 他有这些声明 第一个 他说他在财政部长任内呢 不论处理二次金改 或是非二次金改的个案 都是诚信公平公开的原则 追求国库跟公股的最大利益 没有不法或是不可告人之秘密 有没有不法或是不可告人之秘密 今天特征组应该会针对 相关的案情做一个这个讯问 第二个部分呢 他说司法检调体系呢 如果有查案的需要 他乐于配合任何有助于澄清事实的说明 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昨天晚上发了这个声明 今天特征组就约他了 也蛮快的 那第三点呢 是说他说限于个人的能力 他没有办法对媒体 或是特定人士的质疑 或是不实指控 随时都回应澄清 但是有必要的话 不影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下 他会适时的做统一公开的说明 所以等一下林权结束征讯 可能就是这个统一公开说明的 一个蛮好的时机 特征组这边也问完 也讲完出来再讲 很多人都在特征组门口开记者会 林权会不会是下一个 胡大哥 我来解读邱毅一下 你想邱毅会讲那么重的话说 林权是金融界的礼介幕 这种话如果是一般人早就去告了 林权没有告 我特别注意到 因为邱毅 其实这一阵子 因为这个内情我蛮了解 我把他适度的解密一下 其实跟估重量回台 突然有关系 估重量一回来 你看马上引发杜丽萍 袁大金 国泰释华 所以估重量是一个insider 是一个圈内人 什么叫圈内人呢 就陈水扁在总统有成立一个猎杀小组 估重量 还有那个黄黄燕 郑森池 还有马永成 号称四人小组 就专门猎杀金控公司 你想小银行想兼并大银行 私银行想兼并公银行 那就是猎杀 那条件就是 乘以后你要捐献 我所知道的行间是 乘以后至少20亿的正式献金 要交给沈水扁 所以这是一个猎杀计划 那因为这样子 就扯出林权出来了 事实上也会扯出林文院出来了 所以林权要高度观众 如果今天到特征组出来 改列倍高也不要压抑 然后特征组已经有资料了 今天应该还不可能 我不知道 我把它讲 我要在论述的时候 邱医大人不可能凭空抓药抓出来的 事实上我不能讲哪个单位 或哪个系统 事实上的确在政府有申活龙 有意的不只把沈水扁 弊案办到要往二次金改 所以有人会把这个 申活龙把这个丢出来 昨天我有跟一个金管会高层 我不要讲说 我跟他说 那么多金改弊案为什么不查呢 那发觉到金管会整个系统 是很保守的 他说如果你不找我 我就不动 所以不要期待金管会会动 所以怪怪的有系统丢出来 就要逼金管会动 陈述因此下台 那我要做出呼吁是这样子 我要对马英九总统 跟刘兆勋验证 他喊话 因为是金管业务 不是司法的事 是行政系统的事 连结政治 过去三年来 我们在很多政论节目 不断怀疑探讨二次金改的很多弊端 今天一一验证 一一都是有这回事 牵涉到五家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还钱来 你们把我们国库吃掉了 不只陈水扁的 不只陈水扁的commission 你们这些金控公司 钱还给我们 我主张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钱 我们子孙的钱 我觉得我希望马总统跟刘院长 我常说马英九是平庸无人又软弱 国民党高层听到说你讲得好 我讲得很好 我很精确 他说讲得太精确了 请平庸无人跟软弱的马总统 针对金改弊案 全面彻查 该倒就倒 不要联系 就像华尔街银行要搞 雷曼兄弟倒就倒 对不对 没有什么不能倒的 但是这个钱是我们要拿回来 我希望马总统 刘院长 你要下军令状 逼金管会 还有法务系统特征组 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陈水扁弊案以外 更大的弊案 非解决不可 还钱给我们 我先一个一个来 我先跟陈敏勋小姐喊话 其实你早该下台了 因为你跟扁家 有一亿元的资金往来 这个特征组已经传你们道案了 然后呢 你这个开发金拿不成 变成这个辗转变成说 大华镇这个过程 再加上你去拿101 这个董座的这个位置 等于这个案子就变成买官了 我们现在先不要探讨 101现在盈亏多少 你光是用买官得到这个位置 你就应该下台 那就是因为 这个孤家跟这个陈敏勋家族 他们都送了钱 给扁 给曾 所以使得林权这个角色 就变成邱毅口中的 类似什么李介木 或是这个余政宪这种角色了 他怎么样去撇开说 这个对家关系 只是产生当事人跟扁家的关系 而我没有任何这种 寻思的这个部分 可是他很难撇的部分是在于说 当初这个开发金这场 争战 这个陈敏勋说是弱女子对上大野狼 那那时候这个林权我们都知道有个高个理论 谁持股最多谁拿 但是他保这个官股的一个最高水位 那不管怎么讲 那时候这个整个舆论 包括蓝绿立委都有质疑 质疑官派的这个态度 包括质疑林权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今天因为邱毅爆料 再上媒体的一个报道 如果陈水扁确实是因为 这个陈敏勋给了这个扁家一亿 而拿不下开发金 最后要给他一个糖果 给他一个安慰奖 以至于中间有一度打电话 主动打电话给林权 说要大华正给他 那这个就是就产生对价关系 就一亿元跟阿扁 其实是有对价关系的 就包括我刚刚讲 你可以订阅我也是买官 这个东西是成立的 那大华正林权虽然挡下来了 好像一步就是说 好我还是可以抗拒这个当局 以至于邱毅才说 金管会主委没有给他 但是101是谁给的 101这个动作是谁给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一个厘清 然后这个案子厘清之后 我们再去探讨 林权除了开发金的角色 他在国票金 国票金这个据我了解 除了所谓赵建民赵玉柱 这个管道是帮这个 陈哲芳之外 另外洪三雄他们走的 也是官邸路线 这是第二个案子 第三个才是邱毅也 今天也提到 台信金并张营 那我要讲说 开发金这个起点 就是我们讲的 吴吴姑姑菜菜花 这个所谓金控版图 变成三足鼎立 因为孤家进去了 还有中信金插起赵锋金 这是另外一个案子 所以林权在开发金 还有刚刚讲的这些部分 他的角色如何 今天还有他去这个特征组 他会不会讲说 我有接到陈水扁 打给我的电话 就像估重量 对 我觉得这是个关键 这是一个key point 他会不会讲说 当初开发金这个过程如何 这第一个点 第二点 今天媒体已经有报导了说 陈水扁 如果真的打电话给你 那这不只是官邸 收钱的事情 那是在陈水扁指挥之下 那我要说把这个什么位置给谁 而且产生对价关系 那林权就跟前面的几位 这个部长或是官员一样 他只要到特征组 我们最想听的就是说 陈水扁的角色是如何 不过他说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到底会不会讲 我来讲 他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是吗 那假如这样子的话 我建议特征组 赶快协调掉下去 把测谎记跟测谎师带过去 看看他讲的是不是实话 另外他还讲一句话 并无不法之处 并无不法之处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金钱 在后面亦来亦去 人事瞧来瞧进 你在中间介入 林权我这边提醒你 你迟早要列变高 你假如拿到钱 就是你借目 你没有拿到钱 但是有徒利的事实 就是第二个月身帽 要不然就是一阵线 这个脱离不了的 我对于这个林权 我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他在我过去认知 可能被他骗了 或者自己比较笨 你是扁朝里面唯一 看起来比较有专业的 而且形象比较好的 既然连你这种沦陷的 都在介入瞧人事 瞧谁干101 谁吗 什么金控给你 那你跟直接介入 你就是著作为内 要不然就是为虎作仓 所以说这种官员 一定要演办 我觉得不能把它放过去 那刚刚中信兄所讲的 各企业界 它的层次又更高了 强到各个金控的部分 钱要还回来 走民事路线要追索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ETC案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民间根本不理你这些法院 即使你三审订阅以后 我还是ETC造走 你怎么样 所以说是不是 马政府要在考量 或者是相关单位在考量 把它尽量恢复原状 我们恢复原来的样子 就当作一场游戏一场梦 然后你该给的什么钱 全部都吐回来以后 然后才唤起我们的大色 因为这个大色包括很多 包括刑事追索 包括金管那边部分的追查 这个都很重要的 这是我的建议 好 天心广告